嗨 网络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福报 因为一个人有了福报以后呢 凡事都会很顺 如果你没有福报 我们想去找一个好的工作 也没有那么成情如意 想去做生意捐一些钱 也是诸事不顺 想做个官升高一点 没有福报 你再能干 人家不生你 明明在你眼中可能看起来那些很平庸的人 才华不如你的 工作能力不如你的 这些人反而步步高升 什么原因呢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 所遇到的事情 机遇 乃至于我们想要的美好生活 完全不会跟我们想象的 想要的一样 也许你确实非常的努力去工作 非常的努力 去希望把自己的生意做好 但是就是捐不到钱 什么原因呢 福报不够 那福报怎么来呢 福报是需要我们根植于内心深处 去有善恋 当你有了善恋以后 当你去知道我们怎么样子 去把福报 培会到你生命中来的时候 你的命运就在敲人中改变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这个人他有福报的时候 你看他没怎么努力 他也捐钱 你看他工作上也不是太卖力 他拼命就得到上市的上市 这个我们就讲了 人的命运不一样 人的生活的结果就不一样 你看有了有福报的人 一生下来就在很有钱的家庭里边 一生下来可能 这个父亲 爷爷就是当高官的 那你想他注定 就跟我们讲 生在穷山哥里的孩子 命运是戒然不同的 我们生活在贫困的家庭 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 那为什么有的人 他一生下来就看个金汤池 他一生都会在 父亲 母亲 爷爷 奶奶的帮助下 生活的很好 这个就是人的福报不一样 那人的福报不一样 就来自于我们佛教讲的 过去世的因 注定了今生的果 你说你投胎前 那个东西谁也看不到 那投胎就有的投在大富大贵家里 有的投在贫困家庭里 你说这个东西比什么呢 那就比他有福报啊 他比我们有福报啊 这个福报 那我们今生没有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现在开始 积德行善 陪我们生命中的福报 当我们有了这个福报 今生也许我努力了 没有你好 当我积德行善了 我做了很多好事 总有在未来世中会接这个果 甚至在今生你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所以佛教有一个疗凡思讯 就讲 人的这个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我日行一善 原来可能道长给他看了 说明了 所有的他命中注定的是一成不变 但他后来从开始积德行善以后 开始他的命运完全改写了 这就是什么 在积德行善中 你的命运会在不断的改变 你的福报有了一幅压百货 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远离你 所有好的事情都向你这里而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福报非常重要 积德行善非常重要 只有积德行善才能培养福报 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